OK 那我们来看到第二部分 接着往下看 好 那在讲完说这个穿着 要怎么样注意之后呢 他接下来说 third avoid 好 那我们还是持续地看到这个起始句 他还是在跟你建议 Avoid sensitive topics of conversation 那什么叫做 sensitive 这个可能就有每个国家不太一样 OK 比如说我们在玩 Kahoot 的时候 他有提到说 在这个China的那个课堂上面 提到政治议题的话 就是一个 sensitive topics OK 好 那不只是只有China是这样 事实上在我们认为很开放的 好比说美国来讲的话 他们呢 其实也是有一些话题 不太适合呢 在这种所谓的公开的一种场合 来去讨论这样子 OK 好 比如说呢 你认为有没有神啊 这种事情可能就不是适合在每一个人的面前讨论这样子 OK 好 所以我们看到 Avoid sensitive topics of conversation If a topic is sensitive in your own culture It is perhaps also a sensitive one in other cultures 好 虽然说文化各个不同嘛 不过有时候还是会有一些共通性 比如说比较隐私一点的 OK 好 或者是呢大家比较 不好意思开口讨论在公开场合开口讨论的一些话题 OK 好 比如说呢 比如说大家一伙人在那边没有很熟 然后呢死命的在那边一直讨论说 你赚多少钱我赚多少钱 这个大概呢大家都不喜欢 OK 好 所以他就说 It is perhaps also a sensitive one in other cultures feel free to show 但是他说呢 feel free to show feel free的话就是说呢 你不用太拘束啊这样子 OK 好 随时都可以这样子 你可以自在的去怎么样 show interest in the history and customs of the place you are visiting OK 好 这个的话当然是很好 因为表示呢 你对人家的文化有兴趣 OK 好 但是怎么样 有兴趣的话呢 是一个正面的 你可以表达有兴趣 但是他说怎么样 but don't make comments rashly 好 但是呢 什么样叫做好 什么样叫做不好 这个可能你就要三思一下 所以他跟你讲说 Don't make comments rashly 不要呢 太匆忙的 然后 加思索 OK 就去呢 下一些评语这样子 OK 好 太草率没有经过思考的 Rashly 就是呢 咻 一下子就讲出来 后后而出 OK 好 他说呢 Otherwise you may offend the local people OK 好 比如说呢 像在这个 有些地方呢 OK 不管是因为宗教 或者什么原因 也许呢 他们还可以 呃 这个所谓的一夫多妻 OK 好 但是呢 呃 在我们这边的话 我们当然说 哦 这样怎么可以啊 大男人主义啊 什么之类的 OK 可是那是他们的风俗啊 OK 好 当然你还是可以说 他们大男人主义 但是呢 你可能要 好 心里面默默地讲 OK 好 他说 also KEEP IN MIND OK KEEP IN MIND MIND MEANS REMEMBER OK 好 你要把这件事情 放在你的脑袋里 那就是 你认为 认为 那在很多人 认为 这些人 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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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这样子 Display affection in public For instance, kissing in public places can be seen as 我们说呢,这个 be seen as 或者是呢,我们也可以说 be viewed as 或者是be regarded as 这个我们之前都曾经提过的 to be seen as to be viewed as or to be regarded as 被视为是unacceptable behavior 好,所以以前我比较羡慕人家说 哦,这个好像看了很多西方 欧美的片子 大街上或什么地方 其实也不是每个地方都可以这样 好,他说 If you aren't sure of how to behave Watch the local people 对,先看一下 不过呢,建议的话就是说 看一下还是要再问一下 好,因为你如果看到错误的例子 那怎么办 对不对 有时候那么倒霉 刚好看到一个比较特殊的 Watch the local people and copy them 这当然是一个方式 但是还是要小心 If they don't do something in a certain way 这个会在一些比较固定的一些 生活上面呢,你可以去注意 比如说吃东西的时候该怎么样 对不对 好,跟人家出见面打招呼应该怎么样 这个当然你都可以去留意这样 好,但是说实在的一些比较极端的情感的表达的话 可能还是通常来讲的话 在别的国家可以稍微保守一点 好,稍微多深入了解以后再说这样子 所以他说 If they don't do something in a certain way you probably shouldn't either OK,这没有问题吧 好,either这边会有同学 也许会问说 为什么这个shouldn后面不用加逗点 因为这个句子很短 很短的话其实有时候我们这个to 那either因为这边是否定句 好,所以这个either的前面能够逗点 有时候因为句子短的关系 我们就省掉了这样 OK,好,接下来他说 But last but not least 刚才到第三嘛,对不对 third,ok 好,ok,他说 No,已经到第四了 那接下来他最后一个 ok,其实一个文章讲那么多 也差不多了啦 总不能一直死命的条列下去 现在有时候我们看到 网络上有些文章 什么你所不知道的十件事 什么二十件事 基本上个人觉得十件里面就够了 好,你如果那一篇文章 条列到二十的话 其实 但是我不知道各位怎么样 我看了会觉得有点不耐烦 ok,好,所以这边的话呢 到最后一个啦 他说last but not least 那last but not least 的话其实就是说 虽然他摆在最后 但是呢还是很重要 好,一样的重要 ok,那字面上的意思说 最后的但是怎么样 但是不是最少的 也就是说不是最不重要 but not least the least important 这边这个list的话等于就是说 the least或者是 the least important ok,好 所以也就是说最后的 但是呢,却不会比较不重要 所以是一样重要的意思 好,if you are staying with a host family and plan to give gifts do some research in advance do some research in advance in advance 都不同 ok,我们也可以说from 这个from to的话 我们可以把什么 大罐子把它拿掉 你比如说from a culture to a culture 不用这样讲 你就直接说from culture to culture 好,我们说各国不同 from country to country ok,好,各个人不同 from person to person ok,好,我们都直接这样讲就好了 in chinese culture for example it is inappropriate to give fans or clocks ok,这恐怕有的人还没注意到 ok,好,他说呢 the chinese word for fan 是什么 善,对不对 善子 好,那善跟善 当然其实不同音的 但是呢,谐音 好,他说呢 the chinese word for fan has a similar pronunciation to similar 所以我们用to 好,这边similar to 所以我们这边用to 好,这个要注意到 to the pronunciation of separation separation 分离散掉 ok while the chinese 而 while的话是而的意思 同时而有这种现象 ok the chinese phrase 而呢怎么样 the chinese phrase for giving a clock sounds the same as 好,那你看the same 他就会有as ok 好,听起来跟什么一样呢 ask the phrase meaning holding a funeral hold 我们知道是当做什么意思啊 举办的意思 好,不是说hold 是举办 所以hold a funeral ok 办善事 送终 所以说 get back a clock holding a funeral 在中文呢可以是一样的那个音啊 所以我们就不这样子 不这样子去讲 ok 好,那接下来他又讲说 还有一个 所以刚才那个其实不是最后一个 这边还有 ok 好,那当然这个也是跟送礼有关的 算是呢他的一个分支 他说how to open gifts is also something treated very differently around the world ok 好,这边的话呢 我们的主词又是一个特别的东西 是一个这样子 how开头的一个片语 如何打开 how to open gifts 这边的话呢 这个how开头的这个名词片语 当做主词 这件事情 is also something treated treated的话 其实我们等于前面的什么 that is treated 因为这件事情是被 被这样来处理 被这样对待 所以我们用treated 这边也是过去分词 something treated very differently around the world if you are in a western country do not be surprised when you see the receivers immediately tear off the wrapping paper 好,tear off 把它撕掉 ok 到底是有 这听起来好像非常的粗鲁 不过其实我看很多朋友 其实还是都会慢慢的 ok 好,只是他们的确是会 立刻 立马呢 就把它拆开来 ok 但是呢 这个不见得一定很粗鲁 有的人看你包的那种美 他会慢慢的把它 慢慢的把它 支解开来这样 ok tear off the wrapping paper from a gift in great excitement ok they are really excited they will then tell you how fantastic the gift is ok whether they genuinely like it or not 好,这个破折后面 补充说明 他们虽然会跟你讲 oh it's fantastic this is wonderful you are so nice ok 但是呢 他这个当然是一种礼貌 那所以后面补充说 你说 whether they genuinely really whole hearted 非常真心的 whether they really like it or not genuinely like it or not ok 这个是另外一回事 是一个理数的问题 however the situation is quite the reverse the reverse or we say the opposite 你也可以讲说是 the opposite ok 相反 ok in most Asian countries where where的话 你看到这边有个斗点 然后又来一个where 我们这边有斗点的话就是什么 就是补充说明了 因为Asian countries就是Asian countries ok 你也没有必要再说是哪里的Asian countries 或是哪些 ok 这边只是呢 再补充说明说 在这些国家当中 ok 所以这个where的话 其实就是in these countries 就是这个意思了 在这些国家当中 it is considered impolite to open gifts in front of the giver 大家默默的带回家去 ok 所以他说 这个果然差很多吧 所以他说 whichever country you visit you should always keep an open mind ok 好 那keep an open mind 的话意思又不一样了 因为open mind 就是说心胸很开放 所以这边的话就是说 你不怀着任何的成见 你可以接纳各种不同的看法 ok keep an open mind when it comes to 好这个when it comes to 的话要记得 他就是说呢 当什么什么事情被提及的时候 当我们谈到什么什么 当呢 话题去碰到什么什么的时候 我们说when it comes to 好 所以这个to呢 也是什么 解析词 最后面要加名词 或者是动名词 ok 所以说呢 当我们提到 就是当呢 这个主题 去碰触到 the local customs的时候 那你就要keep an open mind ok avoid being critical avoid透明家动词 你没有问题 对不对 ok 好 不要呢总是很批判 他说 try instead ok 而是要怎样 instead 取而代之的 而是要show respect for ok respect的话呢 你说pay respect for 或是to 那show respect 我因为用for 这样 respect几乎都是用for 对于什么什么呢 表示你的一个敬意 尊重这样子 ok for the values value加s的话呢 指的是一套价值观的意思 of the country that you are in 这个that 神调了 you are in 你在这个国家里面 even if you do not actually agree with them agree with 同意人 我们用with 如果是同意是 我们要用about ok 好 那就就是这一课的部分了 拜拜 拜拜